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弧 弧里面包含了优弧跟猎弧 什么叫优弧 什么叫猎弧 我们这样讲 圆上任意两点AB 它会将圆切割成两个弧 其中较大的一个我们就叫做优弧 比较小的我们就叫做猎弧 这里有一个圆 上面找了A点跟B点 它会把这个圆切成两个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跟底下这个部分 上面这一个粉红色的部分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优弧 底下蓝色的这一个部分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猎弧 所以从这里你不能发现 优弧它会比半圆来的大 它会比半圆来的大 猎弧会比半圆来的小 再来比较小的猎弧 我们记作弧AB 就是在AB上面画一个圆弧 叫弧AB 比较大的这个优弧 我们会在中间再找一点C 比方讲C 然后把它记作弧ACB 就是由A出发经过C到达B的意思 这个就叫做优弧 弧ACB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比半圆来的大的我们叫优弧 比半圆来的小的我们叫裂弧 这就是弧